都是好姐妹 何必要这样呢 孟瑶 别怕 这里不会有人要下毒的 不信 我喝给你看 孟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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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悠 孟悠 夫人 夫人 快去 快去看看她死了没有 这要吃进去马上就会毙命的 夫人 你还是想办法 怎么应对牺牲婉婷吧 要是让他们见到大王 什么都迟了 说得对 快 快把那几个黑衣人 叫到我厅里来 是 孟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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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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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和你 一起 回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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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回去 姐 我要顶住 我带你去找郎主 姐 你爹 我也没事的 姐 姐 孟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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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杀死所有之情 你先快走 快送啊 夫人 他们来了 叩见夫人 听着 跟着我好好做事 本夫人会重重地赏你们 是 跟我来 你们两个守在这儿 不准任何人靠近 是 是 你们两个跟我来 姐姐 快走 快走 没伤得这么重 没有办法离开 我不能自己走 姐姐只要 就要对你护高 我 我 未才能得救 走 快走 朕丹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还用解释吗 我是不得已而为之 不得已 是魏姬 是宁妃 是你 是你们把我一步步逼到绝路上去 我要做吴国的王后 就不能不一个个除掉你们 也包括我 当然 不过 我不想让你死 不过我不想让你死 因为我们是从小就在一起的 好姐妹 恐怕 你不是不希望我死 你是怕我的死会引起大王的怀疑吧 而且你知道 而且你知道 虽然你现在得到了宠爱 但这宠爱只是一时的 你并没有得到她的心 并没有得到她的 够了 我杀伤了婉婷 我杀伤了婉婷 堵死了孟瑶 我还怕什么 我什么都不怕了 我不过是为了你 才想要和你做一笔交易 交易 你 走 你不要干什么 你不要 婉婷 我到底想干什么 我会把婉婷藏在一个可靠的地方 只要你答应肯保守住今天的秘密 我就会答应让婉婷活下去 相反的 如果你在傅差大王面前 敢透露一个字 我立刻就叫他死 你杀了他 大王绝不会饶恕你 这个我已经想过了 无非是同归于尽嘛 一命敌两命 不算不值了 你 快走 快走啊 走啊 走啊 婉婷 你 你 你漫不过大王的 你错了 大王现在的心思 都在讨伐齐国的大战上 我可以告诉他 这两个婉子 一个伤得厉害 一个病得厉害 我已然把他们送到宫外去诊治了 这么说不好吗 你啊 就好好听我的话吧 那我们还是好姐妹 我没有你这样的姐妹 早晚有一天 你会遭田茜 你会遭报应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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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驾 鱼 鱼 我的梦瑶 我的梦瑶 天庸殿下 你怎么来了 是我 差人禀报了天下 这是为什么 我的梦妖怎么会突然死啊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你了 我 你 就是你 你忘了你当着女国王的面子 对他做了什么吗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可以为我承担一切吗 你怎么在这个时候 说不出来真相 你说呀 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懂 是我 是我 梦妖你摔了 你摔了 你高跟他真相 我说话真相 就是因为涛玉佩的事 他被吓破了蛋 昨天晚上突然发起了高热 嘴里一直在不停地 念着你的名字 天不亮就死了 不 这不可能 给你 颜着 人死了 什么事 大王也有赵建儿殿下 知道了 千雲殿下 你还是回去吧 别让大王等急了 你们走 我要和梦阳单独待一会儿 殿下 你们走 走啊 梦阳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害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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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记得你说 要永远和我在一起吗 你怎么能就先走了呢 是我害了你 是我害了你 梦阳 大了 你们的确都大了 来 把手伸过来 两国交兵非同小可 无论什么时候你们都要记住 你们是亲兄弟 要互相关照 互相扶持 日后我吴国领霸主后 开疆阔土 靠的就是你们 父王放心 亲兄弟 亲兄 你记住了吗 还是记住了 父王听说那梦要暴毙了 父王 大战在即 把后宫所有发生的事 都抛住脑后 寡人不想查证 不想追究什么 我只要一个大败齐国 父王等着你们开选归来 是 是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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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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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撤 撤 撤 快撤 撤 相国 相国 末将探报 我吴君已经冲过边境 杀向齐国了 好 当真 当真 再探 是 撤 快 不分昼夜 许数返回东城 是 急速前进 是 前进 大王 启禀大王 我三军兵马 已然进入了齐国的境内 好 鲁国呢 鲁国已经开始进击了 大王真是运筹帷幄呀 齐国他两面受敌 此战必胜 臣以为守战拿下艾灵之后 就直到都城 彻底地消灭齐国 大王您不必担心 有我吴鲁两国家境 那齐国 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 齐国不是小国 倘若想彻底消灭他 必然会遭遇他们全力的抵抗 寡人可不想被拖在泥塘里 不可自拔 可是齐国还在内乱之中啊 虽有内乱 但实力尚在 一旦大兵压尽 他们的内乱就会迅速地化解 成为一致对外的拳头 可这 寡人一拿下艾灵 就逼他议和 议和 城下之盟当然是要他接受寡人的条件 寡人要他献出于我吴国相邻的武座城池 每年要向我进贡二十万弹好粮 而后再让齐国周边的几个小国臣服 从而便有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供给 这样也就为寡人北上宗园 打下了奸使的根基 那大王何时起程啊 等他回来 等吴子叙 大王不等他回来就不宣尔战 那咱们这位相国可就要暴跳如雷了 不过 吴子叙的军将遍及军中 如果被激怒了 大王 还是要小心提防点好啊 随寡人才要调虎离山 那他回来之后 还要立足大王伐旗呢 战事已开三军振奋 这个时候如果他一力反战 法人求之不得 这求之不得 大王是深谋远虑啊 臣不计万一 不计万一 启禀大王 金庸将军派人回报 上军一抵爱灵 启禀清朝出动 很快便会落入我军埋伏之中 好极了 传寡人御 拒监齐军之后 寡人要清零战地 犒赏三军 相国辛苦了 大王呢 和忠万五 在殿内候着相关 传人已接获战宝 守战爱灵告捷大获全胜 齐军五千精锐 被我中军后军围困在爱山山谷内 不得逃脱 这个时辰 恐怕是非死即降 寡人已搬下手艺 将领兵的继雍 南宫博弈三人晋升为少将军 那我们怎么办 齐为将军不必着急 三日后 随寡人兵下齐国 等寡人迫使齐王臣服之后 你们各领一只兵马 收服齐国周边的若干小国 寻功着筑者 寡人非但会有靠赏 左右司马 虚为以待 大王 我等整个代代 只等着大王一声令下了 是啊 三军用命 绝不负大王厚望 好 相国大人到 臣 靠见大王 相国一路封尘 现在 快自作 臣无言落作 相国说什么 臣修对天下人 相国此话从何说起 臣奉大王命出使齐国 却说齐王修兵霸占 为了不输使命 臣苦口婆心费尽心力 终于让齐王放弃了法鲁的打算 可是大王却突然起兵 偷袭齐国 这就让人称了 被信弃义 为天下不持的小人 相国言过了 我吴国的兵马 已经攻向了齐国的爱陵 难道 大王还有辩驳之言吗 流水有缘 事出有因 是齐国倾起边信 入侵骚扰 寡人才不得不发兵反击 人在做 天在看 那齐国一心发炉 怎么可能对我吴国倾起边信 臣恳请大王立刻修兵 修兵 立刻修兵 向齐王致歉 非但要寡人修兵 还要寡人向齐王致歉 不错 齐王已经向臣承诺 愿意和我吴国递劫盟约 相国此言差矣 齐国一向自视为上国 怎么肯真心和我们即为盟友 他近日罚鲁明日罚臣 早晚有一天会把我们吴国 踩在他们脚下 你这黄口小儿 敢在这胡言乱语 这是在大王面前 末将有话为什么说不得 还敢多嘴 相国这样 气急败坏 阻止大王罚齐 怕是心中有鬼 老夫一向坦坦荡荡 鬼从何来 相国和齐王的交情人所尽知 眼看着我吴国得胜 且不是吐死胡碑吧 你 相国救手 大王 殿上一世人节可言 相国竟敢持剑杀人 求大王为我等做主 请大王为我做主 大王 若是纵容相国无法无天 我等还怎么为国效力 更何况 这是在大王面前 大王为我等做主啊 大王 大王 何况 是 是 善国年事已高 加上旅途劳顿 方显失态 寡人替相国向诸将赔罪 朕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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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再赢 自相国从楚至吾 功熏卓著 为我吴国立下了赫赫功劳 先王和寡人 对相国倍加敬重 先王教导寡人 老无老疑人至老 而今 相国老也 寡人对相国更加的敬重 今天的事寡人不是在追究 你们不许再讲相国的不是 是 是 相国 我早点回去歇息吧 相国 相国 快传郎宗 是 相国 相国 你没有办法瞒过福差大王 我没有你这样的姐妹 总有一天 你会糟天谦 你会糟报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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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你们说我出去 也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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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身 啊 grammar 哎 你要a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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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夫人 他不肯走 说是有要紧话要跟夫人说 这时候夫人还是见见他吧 走 我还以为是谁呢 你到我这儿来还用通报吗 走 到屋里去坐 婉婷呢 婉婷 我给她包了一点糖 有话屋里说 走 婉婷在哪儿 我要马上见到她 你不该再提她 为什么 这么快就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你答应我不再过问婉婷的事 我也答应过你 只要你守口如瓶 我不太会让她活着 也会善待她 你已经害死了 孟瑶 我怎么能确定婉婷还能活着 我怎么能确定 你会善待她 我说话从来是算术的 我配说这样的话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变成现代这个鬼样子 你这话算是说对了 在这王宫里 就得会做梦 不会做梦 就只能等死 要想美梦成真 就得会变鬼 否则更是死路一条 真是恬不知耻 你这话说得更对了 在这儿就是要不知耻 你知道吗 在这儿要想站住脚 是要有本钱的 你漂亮又天生的本钱 男人看了你的模样 就会给你几分颜色 所以你这是得天独厚 凭着本钱 你可以耍脾气 失善心 还能让男人更喜欢你 觉得你好 你善良 你这是得了便宜卖乖 我正当不如你有姿色 所以我就得去拼 去讨好卖乖 本钱不一样 买卖也就不一样 所以收起你的善心 管好你自己吧 我已经混到了这一步 我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随便认输的 朕诞 你这是作茧自负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一旦暴露 你会把一切都输光光的 不要再说大话了吧 就眼前而言 要是我不让你见婉婷 你能把我怎么样 如果我见不到婉婷 那就说明 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马上去见福差大王 把你所做的一切全部说出来 你 人哪 总要识时务才好 不管怎么说 我们总是姐妹 看看这儿有多安静 难道你不担心 会有什么意外吗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问题 我就是想快点见到她 如果她不在了 我绝不会饶过 开门 你在这里等着 是 开门 开门 婉婷 别怕 我来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把她身上的锁链打开 你 你没事吧 真的 她为什么说不出话来 我怎么会知道 也许是因为镜上的伤吧 你 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 看见那几个工人了吗 猜猜他们是什么人 什么人 是勾剑大王派给我的 我对他们说了 这个婉婷是越国的叛徒 只要我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杀了她 杀了她 我没有想到 你竟然变成了个杀人的恶魔 如果我不变成恶魔 也许今天锁着的就不是她 而是我正诞了 枝师 你已经看到她了 我没有食言吧 只要你肯保守秘密 我就会让她活下去 如果你再想什么 对付我的军事 你的法子 那杀死婉婷的人 就是你稀释了 震旦 我想单独跟婉婷讲两句话 想说什么 我想说什么 要你管吗 当然 我又不是梦瑶 我既不疯也不傻 死了心吧 我是不会让你们两个 单独在一起的 怎么了 是吧 就找我个人瞧瞧 我 好了好了 你该离开了 婉婷 这位震旦夫人已经答应了 等这件事情过后 就会把你送回越国 千万要好好保重自己 你这边就要回去吗 你这边要回去吗 就要 mentality 你还想吗 你安逸 你这边要去 我这个日子 你这边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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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吧 这就对了 走 到我的寝房去 夫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先来看看 我这里收拾得怎么样啊 看看这账卖 看看这陈设 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 铺排的 对了 你不是喜欢刺绣吗 你看这件 再看这件 这都是大王 特意拆人到越国 给我弄来的 你喜欢吗 喜欢我就送给你啊 你再看这个床 再看这个杀杖 够了 我没有这份情志在这儿跟你先聊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我想让你分享这份难得的快乐 可你却败了人家的兴致 算了 还是改日我到你的广阿宫去坐坐吧 如果你想说的就是这个 那我想我该走了 等等 等等 该说的话还没有说呢 我们坐下说吧 我们坐下说吧 来 坐 咱们来吴国有多久了 反正我觉得是很久了 孙岐 孙岑 她说是我 是 听听说 我 已经是 我 是 先是在魏姬那里九死一生 后来又被王后当作 她和魏姬争宠的工具 尽管大王很早就灵信了我 可当初 我连个妃子的名分也得不到 我为了活下去 我为了给越过来的姐妹们 争上一口气 我受了多少苦 操了多少罪 你说我变了 不错 我是变了 对于王后 对于魏姬 对于一切想害死我的人来说 我就得变成魔鬼 我恨不能 我恨不能做梦都掐死他们 可是我对于你 我真的没有生起过害人之心啊 我们永远都是一对好姐妹 我想知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 我们要珍惜眼前得到的一切 要珍惜我们的情分啊 不要因为婉婷和梦瑶的事 坏了我们的感情 虽说他们也是从越国来的 毕竟和我们的关系不一样啊 再说 如今他们也只是个婢子而已 你好好想想 我和他们孰亲孰众 你是想让我放过你 你应该放过我 就因为他们是宫女 所以就该死在你的手上 话不能这么说 婉婷还活着呀 梦瑶的死 只能怪她自己愚蠢吧 你说出这样的话 就不觉得可耻吗 无畏的死和可耻的活 我 你会选择哪一个 再说了 我也没做什么可耻的事 你 难道在你眼里 我正当就是个坏人 过去不是 不管是来吴国之前还是之后 除了富差跟范林之外 我一直把你当成最亲的亲人 可是现在 我恨你 恨得咬牙切齿 你就这么恨我 你为了真宠 竟然变成了一个不仁不仪 没有心肝的女人 梦瑶她只是个孩子 婉婷是我们的好姐妹 可我竟然这样去害她们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恨过一个人 可是现在我恨你 我恨你 我就是恨你 看来让你回头也难 我们做笔交易吧 又是交易 对 交易 只要你肯帮我渡过眼前的难关 我就把她还给你 谁 夫差 夫差 把她还给我 我们都是女人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明白 我不明白 其实 你真是天真 你要的是爱 是得宠 我要的是位子 是妃子的称号 是王后的宝座 我会尽量把握好我自己 把她推向你 这就是还给你 懂吗 你真不懂 难道你不爱夫差 难道你真宠杀人 就是为了你的位子 作为大王的女人 谈不上爱不爱 只要她想要你 你爱又怎么样 不爱又怎么样 选得了吗 除非是你活腻了 否则奢望不了爱与不爱 留给我们女人的 也只能是后宫的位置 让我们爱也爱罢了 当然 你西施不这么想 所以你只是个另类 这么说 你百般妖宠 心里竟没有一点真心实意 西施啊 你真是傻得可爱 我问你 如果夫差不是大王 你会爱上他吗 我爱的是他的人 不是他的王位 如果他不是大王 你会有寡娃宫吗 就算没有寡娃宫 就算他一无所有 我还是会爱他 是他的爱打动了我 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 但愿你不是自作多情吧 有机会你可以问问他 如果在霸主和你之间只能选一个 他会选择你吗 夫人 大王来了 我们不要再说别的了 婉婷的事你要守口如瓶 更不要想什么再解救他的法子 否则 你只会害了他的命 你到底要把婉宁关到什么时候 等到风波一过 我就会把他送出王宫 送回岳国 你 大王 爱妃 白酒 白酒 爱玲守战告捷 寡人的兵马大获全胜 你也在这儿 我们姐妹常在一起说说话 好啊 常在一起就好 喜事 你陪陪大王 我去吩咐给大王预备韭菜 有什么事情吗 走 陪广人喝酒去 寡人最烦的就是后宫里鸡炒鹅斗的女人 今天看到你们秦童姐妹 寡人心里高兴 来 我们喝她个一醉方休 对 就该一醉方休 其实你还不知道吧 大王伐旗首战告捷了呢 我们为大王庆祝干一杯 来 来 干了 来 干了 来 干了 吴歌舞舞不成宴啊 我今天特地为大王预备了月宫和舞姬 寡人记得你们刚刚来到吴国的时候 在寡人的晚宫上翩翩起舞 那澎湃的乐曲 曼妙的舞姿 让寡人至今难忘 那我们今天就再为大王舞一曲啊 好极了 来人 传月宫 寡人今天兴致好得很 来 我为你们雷鼓 好 好 想想我说的话 你不要太执拗了